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以上是網路天空為大家介紹 Alton KK007 手機直播架的組裝方法 那大家現在看到桌面上是我們 拿到產品之後一些零組件要把它組合起來 那如果有些朋友有買這個補光燈的話 補光燈會再加進來 那如果沒有買補光燈 我們就先示範 怎麼把它組裝起來 首先呢 我們看到這邊有個桿子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 底盤 那底盤這邊有個旋鈕 那這是我們的桿子 那這個桿子 我們就把它對準這裡 然後呢 感覺有稍微卡住的時候 我們再順時針 朝這個方向順時針 把它慢慢的鎖好 那如果鎖不好的時候 請大家呢 把這個地方呢 對好對準 然後再鎖 大概鎖到像這樣子 手把擰緊 不要讓它再有搖晃情況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組合起來 會放手機架或相機 都是比較重的東西 所以這裡一定要 每一個步驟都要 確實做好 那這個地方 黑色的握把呢 我們可以把它旋鬆旋緊 旋鬆之後我們看到 這邊有桿子可以伸縮 那如果萬一我們太用力 把它整個拉出來 這樣也沒有關係 我們把它組回去 就把這個 拆開來 然後把它裝上去 然後這時候呢 再把它裝回去 交度前裡的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調到適當的 這個高度 那再來接下來 我們講其他的怎麼組合 那其他的部分呢 有這個 一些小零件 那我們把它像這個是 手機夾 這是萬向接頭 我們把它這個接起來 接的時候呢 這個 定位 定位環呢 我們把它奪到最底下 讓這個地方 比較突出來一點 比較好轉 那把它轉上去 那把它轉上去 轉上去之後 這邊下面有一個 小的凹槽 我們把這個螺絲呢 也把它全轉上去 好 就像這樣子 那最後呢 再把它這個兩頭雕 把它組合起來 一樣把它旋到最緊 旋到最緊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鬆開來 這個外向接頭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呢 我們發現這個地方 有個旋轉鈕 我們可以做 這個不同方向的旋轉 那這裡呢 是手機夾 那我們把它 這裡呢 是這個 傾斜定位角 那我們把它傾斜到 適當的角度 一般是不超過45度角 這個調整的角度呢 要適當 如果說 太傾斜的話 容易這個傾倒也不行 所以我們要超過 太傾斜角度 然後這個定位鈕呢 把它選緊 這樣才會用好 然後呢 這是我們的手機 那手機呢 你可以先把它夾好 夾好 夾好 這邊可以用這個 定位 定位旋鈕把它先定位好 那這個地方呢 也可以旋轉 先轉到你適合的角度 那你這樣子呢 就可以做各種的拍攝 或者是直播社使用 可以做這種教學 畫畫啦 設計啦 講解啦 或者是做一些什麼 數學運算啊 這個都可以 讓大家知道 你要表達的東西 然後呢 也可以用這個數位板 做一些教學 都可以的 那也可以呢 這個 做其他的各種的 適合的教學都可以 那我們在這個 這個投影的時候呢 會看到這個上面 會有可能會有陰影 陰影在這個 這個直播時候造成一個 視覺的這個 比較不好的效果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加買這個 我們這個補光燈 那補光燈的固定呢 一般我們固定在這個 支架的 這個架面的部分 那這邊一樣有腕向 旋鈕可以旋轉 那我們可以做側光的這個補光 那這個補光燈呢 一樣要把它夾緊 那補光燈它使用的是 USB的接頭 我們可以使用像現在這種 行動電源 或者是鋁窗的都可以 然後這裡呢 有這個開關 開關 我們可以把它這個 開開關開下 這樣子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不會有這個 因為 這個上部陰影造成不好的結果 那補光燈有三種色光 可以調整 那也有不同的強度 可以做適當的變化 那你也可以調整高度角度 來做這個變化 那我現在把這個測掉 那最後呢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說 如果我們不是拿來做這個 手機的這個直播或攝影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其他的用途 為大家補充介紹一下其他用途 首先我們可以把這個手機這個支架呢 把它拆解 那我們可以像這個是一個簡單的 比較輕 重量比較輕的這個相機 我們可以把在這個相機下面呢 一般都有這個 國際規格的這個 通用的這個旋轉盤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旋轉孔呢 旋轉上去 那如果你旋轉到一個定位 這個其實黑色這樣 可以往前面推 那它可以定位 所以這個旋轉鈕呢 它其實 不是一定要在最後面 它可以往前推 把它定位 定位 定位在各種角度 比如你現在要拍照這樣子 那你現在就可以 跟相機做結合 一樣可以調各種不同的這個角度 那外向接頭呢 也可以做不同的變化 都可以的 往上拍也可以 往下拍也可以 都可以 好 這是其他一種 另外的其他的做法 接法 那如果你不接相機 你可以接我們這個 其他的這些產品 比如說 你有買這個 麥克風 好的麥克風 麥克風一般都會配這個 所謂的 Holder 那你可以把它轉上去 一樣 這邊有個 這個盤子也是定位 定位夾 不一定要轉到最下面 它可以往前推 把這個Holder 這個麥克風夾 定住 那如果這裡會晃的話 就是你這裡沒有抓 沒有把它旋緊 旋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麥克風呢 架上去 就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 當麥克風的支架 那我們可以把它 拿走 我們再 示範另外一種接法 那如果你是買那個電容麥克風 電容麥克風的話 它就有這個 避震架 防震架 那你就直接接上去 你可以先轉到這樣就好了 然後這個把這個 一樣把定位夾往前推 那這裡呢 你就可以放你的麥克風 那也這樣 你可以做另外一種用途 那 以上呢 就是我們 紅天工為大家 所做的簡單示範 那詳細的使用方法 還有請大家參照我們天工上的網頁介紹 謝謝大家 朋友們 誰 如果不必請大家 我來個小便 負責 會 水 我的 明星 我可以